亲爱的赞美灯塔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见 在很多年前 我看到有一份资料 讲到美国的新生儿 中间有38.5% 是父亲栏上面是出缺的 换句话说 美国算是世界第一强国 但是你很难想象 他们的新生代当中 有将近40%是没有父亲的 其实你说台湾 台湾这个状况也好不到哪里 也是几年前 我教会有姊妹 她去到我们的国中 就是初中 去到他们中间去讲课 讲课之前她就问台下的这些学生 你们中间有多少 是父母亲跟父母亲住在一起的 她注意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 没有举手 那个意思是什么 有超过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这么多的学生 这么多的学生是单亲家庭 这个比例也是非常的可怕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数字 在2013年 中国有这么一个统计资料 是他们发现 在有独隐的未成年人当中 有87%是没有父亲的 那么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然后呢 这个报告中间有讲到 七年前 中国大陆未成年有独隐的人 有超过 有四千万人 我相信七年以后 这个数字 第一个这是官方的 那么我相信实际的数字要多得多 然后七年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那你看 我们可以说什么 我们可以说 这个世代是一个无腹的世代 英文是叫做 fatherless generation 是一个fatherless generation 那么fatherless generation 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呢 你可以看见 很多的年轻人 没有父亲的爱 没有父亲的遮盖 没有父亲的供应 结果是什么 对未来很绝望 对于现在的光景 非常的愤怒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从香港 一直到纽约 我们一直到不同的 在美国的各地 现在蔓延到很多不同的 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我们看见 有很多人出来抗议 有很多人出来暴动 你要注意到 中间有很多的面孔 是年轻人的面孔 是年轻人的面孔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父亲的心 是远离孩子的 孩子的心 当然也完全背离 他们的父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父亲 让我想到 圣经在旧约的 最后的两节的经文 在马拉基书第四章 五到六节 那我们看见 这两节的经文 怎么说呢 他说 看哪 耶和华 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参浅先知 伊利亚到你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所以在这个世代里头 上帝好像在呼召你 呼召我 我们要起来做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身份 是做父亲的 上帝呼召你我起来 要适当地扮演父亲的角色 我们要把父亲的爱 从我们的里面 要向着我们的孩子 向着我们的下一代 要表露出来 要表露出来 所以这个世代是什么呢 是一个上帝在召唤父亲 召唤父亲 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召唤父亲 召唤父亲什么呢 召唤父亲要适度地 要把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爱 要把它表露出来 所以下面我们要如何地 做父亲的 和神心意父亲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表露我们的爱呢 当我们的主他在世的时候 他曾经讲这么一个比喻 这么一个故事 当然我们晓得这是非常有名的 是叫做浪子的故事 浪子的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看见 神他透过这么一个父亲 医治了这么一个 到外面去放荡的这么一个小儿子 那么然后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父亲是一个合神心意的 是一个在我们的中间 可以说是可以做榜样的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父亲 他是怎么样向他的孩子 表露出他的爱呢 第一个 要从小教导孩子敬畏神 这个父亲 这个父亲 我觉得他在孩子的生命当中 他做对的第一件事情 他是从小让这个孩子有神的观念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有神的观念呢 因为知道这个孩子他离开了家 然后到外面去放荡的时候 那么但是到了他最悲惨的时刻 他想到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 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回家 你要特别注意到 他要回家的观念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看见在第十八节 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这个孩子他想到 等一下我见到父亲的时候 我怎么样跟他说呢 你要注意到圣经里面并没有说 爸爸我得罪了你 而是什么 他先说我得罪了天 换句话说 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天 就是神是在他父亲之上的 那么这个孩子他没有放弃自己 他没有放弃他对人生的盼望 他还愿意自己 这个愿意这样子走下去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甚至到他要回家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他相信有神 他相信有神 这个对神的希望 对神的观念 是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例子 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然后呢 我从小是在教会里头长大 那么以至于我到了高中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人就没有得救 那么虽然我知道很多有关圣经里面的一些大卫的故事 摩西过红海 耶稣一致人 很多的这些 我大概都知道 我都听过 但是我没有得救 没有得救的结果 那么当我离开了教会以后呢 我就任意放荡起来了 那么有九年的时间 我完全地脱离神 也脱离教会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当了兵 当了兵要当两年 当我快要结束我的兵役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才真正地回到上帝的面前 那我怎么样会回到神的面前呢 我回想起来 那么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当我在那一段远离神 任意放荡的那段时间的里头 我虽然堕落 但是比起我旁边的同伴 我是有尺度的 这个尺度是无形的 在我的心里头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中间有人要去 要讲到一些偶像的东西呢 我心里面觉得说 那个不是我所要的 虽然我对神有很大的怀疑 但是我相信其他的也不是真的 这是一个 另外的就是 如果讲堵 我也碰了一下 但是我没有继续地沉沦下去 那么也是心中里面 有一个限度 讲到男女关系的这种放荡 我是到某一个限度以后 我就打住了 我就打住了 没有继续地再混乱地下去 那么我思想 怎么会这样 很多年以后我思想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父母亲 尤其是我的母亲 在我们小的时候 她才要有机会 那么在餐桌上 在私下 她能够讲到教会 有一些美好的见证 她就会跟我们分享 那么她听见了有很好的故事 那么有上帝特别的恩典 医治了大能的彰显了 她就会很勇敢地 即使我们起来去讲一些酸溜溜的话 伤我母亲的心 但是我母亲即使是流泪 她下一次还会跟我们分享 有关神的事情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做父亲的 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要让孩子 在一个敬畏神的 有神的这种 这种氛围里头长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要让孩子有选择的自由 你看在第十三节 在这里说 他说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当浪费资产 所以他说什么东西都收拾起来 然后去到远方 就在这个过程里头 父亲并没有派什么人跟着他出去 那么一步一趋的 那么也没有 就说父亲完全没有做一个动作 我们觉得 如果现在是你是我 我们做父亲 我们的孩子出去了 我们总是要找人 要找人出去去找他嘛 或者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找他 但是这个父亲并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让这个孩子有选择的自由 他里头有信心 他相信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回来 那么相信这个孩子出去了以后 他受苦 受苦 那么但是对他也是一种训练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信这个孩子 如果是勉强他回来 他有一天很可能 他觉得是我爸爸要回来的 他不是他自己选择要回来的 所以有一天即使回来 他还要出去 那么所以他让他的孩子 有选择的自由 为什么这个父亲也代表 其实代表神让你我有选择的自由 是因为他看中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 我们出生 我们的成长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的恩赐不一样 我们的个性不一样 那么我们的特质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 神让我们有每一个不同的发展 每一个人可以自己 要操练做自己的主 那么然后我们做父亲的 到某一个阶段 我们应当要放手 到某一个阶段 我们要在后面 就是做我们孩子的 后面很强有力的祷告 我自己的孩子 也有这么一段时间 我知道 她是跟神的关系是很疏远的 那么 但是我到了一个阶段 我知道我不能够 不能够多说什么 那么但是 我跟我的妻子 在不知道有多少的聚会 我们流泪在神的面前祷告 感谢神 上帝他特别的恩典 是让不但我这个儿子 从过去有这么一段 跟神疏离的这个过程里头 走出来 他现在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那么感谢神 这完全是神的恩典 那么但是 也让我再一次的想到 神很多的时候是让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因此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也应当对我们的孩子 要让他有选择的自由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非常的重要 我们做父亲的 要对自己的孩子 要有不放弃的爱 那这一段经文 是在二十节 我们来到二十节 十五章二十节 于是起来 这个儿子 他就起来了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在这里你看到了什么呢 在这里 我们好像看见这个父亲 相离还远 怎么会相离还远呢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 他的人影只有一点点 但是他老远就看见 而且 他发现那是他的儿子 很奇特的 很奇特的 不是这个儿子 向着他的爸爸 因为回家的是儿子 那么注意家里头的动静 到底什么人 在家里头的父亲走动 也应当是他的儿子 因为这个父亲 不知道这个儿子 什么时候回来 那么结果呢 跑过来的 不是那个儿子 而是什么 而是父亲跑过去 那这个可以让我们看见 并不是因为 那个父亲那天早上出来 刚好就碰见 儿子回来了 或者是 可能在黄昏 这个父亲出去要倒垃圾 突然之间 那么老远看到儿子回来 不是这样 我深信这个故事 背后 有一个 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是什么呢 是这个父亲 他为什么能够 相离还远呢 是因为当这个儿子 他一离开家的时候 这个父亲 每一天都一定 离开他的家 去到他家附近 有一个比较高的 我在想象里头 有这么一个小山丘 他站在这个小山丘的里头 从早到晚 在等他的儿子回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孩子 他只要一回到家 远远的 他的父亲就看得见 那么而且 他父亲看见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多少的日子 他是失望的 天黑了 他只有回家 多少的日子 他流得累 这个他回家 那么但是这一天 他看到有这么一个 落魄的年轻人 走过来 他一眼就看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日思夜想的 就是这个儿子 他怎么认不出来呢 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神的心 这个也代表什么 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孩子 即使我们的孩子 在很多的方面表现 或者是他在很多的方面 是不如意的 不如我们的意 但是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 永远有信心 永远要对我们的孩子 要有不放弃的爱 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个父亲 看见这个孩子 那么不管这个孩子的光景怎么样 他就跑过去 跑过去 不但跑过去 而且是没有责骂 相反的是 抱着这个孩子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那么 我想到我 我在远离神的一段时间 那么 那时候我抽烟 我的烟影很重 我一天可以抽到三包烟 那么 这个有一次 我发现我的衬衫上面 有一个 就前一天抽烟的时候 那么 前几天抽烟的时候 风很大 就把我的烟头的 那个 那个烟头 吹到我的衣服上面 以至于我的衬衫上面 就烧了一个洞 那么 然后 后来我就 后来 我就丢去洗 然后 这个衣服就洗回来了以后呢 那么在那个洞口 已经补上了 然后我的母亲 在那个洞口 上面就缝了一个字条 这个字条写什么呢 母亲就在上面写说 孩子 不要再抽烟了 不要再抽烟了 那么 然后我也发现一件事情 那么 我的母亲 这个 经常 很长的时间 早上 清早 天没有亮 就起来 做什么呢 她一个人跪在客厅里头 祷告 祷告 那么 我在 这种 黑黑的 因为天没有亮 我起来上厕所 看到我的母亲 跪在地上 跪在客厅 在那边祷告 我经过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么 我就 我就问我母亲 我的事 我是碎眼心松 我就问我的母亲 她跪在地上 我就问她说 妈 你这么早 你跪在这里干嘛 然后我的母亲 头回过来 我就发现我的母亲 眼睛里面 充满的都是眼泪 我说 你这么早 哭什么 你在哭什么 我那母亲说 为你啊 为你啊 我心里面觉得 莫名其妙 我现在 大学生 我的 我的未来 很光明的 有什么东西 对不起你 那么 这个 我很正常 我身体也很好 有什么好哭的呢 那个时候不懂 那个时候不懂 那么但是 多年以后 我心里面非常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在最堕落 远离神 背逆神的时候 我母亲为我祷告 至少十年 至少十年 她对我有不放弃的爱 我也盼望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中间 有任何的 我们做父亲的 尤其做父亲的 当我们的孩子的表现 不如我们意义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 要有不放弃的爱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 非常的重要 做父亲的要负责 家中 欢乐的气氛 那这段经文 是在最后的两节 二十三 二十四 为什么呢 这个孩子回来了以后 这个父亲 他马上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 我们要 吃喝快乐 要宰牛 要宰羊 那么 我们要 吃喝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 死而复活 死而又得的 所以他们就 快乐起来 所以这个父亲 在那天 他让整个家 都快乐起来 快乐起来 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做父亲的 非常重要 家里的气氛 不是由母亲 来负责的 家里头 要有欢乐的气氛 是由父亲来负责的 那么 父亲 当我们 回到家的时候 在家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 让这个家 要拥有一个 很温暖的氛围 我们要 努力地 要营造我们家里头的气氛 温暖 而且彼此可以 很坦诚 让彼此有爱 彼此接纳 那么彼此分享 可以分享我们 快乐的地方 也可以分享我们 软弱的地方 那么尤其是 我们要多多地 向我们的孩子 要讲欣赏的话 那么 偶尔 有些时候 父亲 刷刷宝 也没有问题 那么 即使跟母亲 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那么 如果父亲 能够先软下来 如果父亲 先能够知道 要道歉 当然 这是最好的 总之 家里头的 美好的气氛 是谁负责的呢 我再说一次 是由父亲负责的 那么我自己本身 我这个 我里面 就是 事实上也是 从我父亲开始 从小 我父亲就非常 在 几乎是在 每一年的夏天 都会带我们 全家出去旅游 那么到台湾 各个不同的景点 去旅游 那么 我自己本身 一直到现在 那么 我也是负责 每一年 两次 三次 那么 把我们的全家 现在包含 我的孙辈了 我们 你看 我已经做了爷爷了 我还要负责 全家 要出去旅行的 这个 整个的旅程 旅程的安排 旅馆的安排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要让最美好的 回忆 都是在家里面 我要让我的孩子 他人生最快乐的回忆 是跟家人在一起 最甜蜜的回忆 最温暖的回忆 是跟家人在一起 而不是跟什么 跟他的朋友 那么 那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家 是一个 活络的家 是一个快乐的家 那么 让我们的孩子 他的人生 是有根有基 那么 他的根基在哪里 除了在基督耶稣里面以外 还有 他有根有基 是在他的家中 这样子的孩子 是对未来 不会失望的 这样子的孩子 对他的人生 是有盼望的 这样子的孩子 是乐观的 是进取的 那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 下一代 不再是 跟我们远离的 相反的 是他们是 转向我们的 那当然 自然 首先是需要 我们 为父的 我们的心 要转向我们的儿女 愿上帝 祝福他的花 也祝福 赞美灯塔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来祷告 主啊 当我们今天 读了这段经文 求主在我们的心里面 得着从你而来的智慧 得着从你而来的 的爱 这个爱是源源不绝 从你而来 主啊 巴不得 当我们看见我们孩子 的确有很多 不如我们意的 但是 帮助我们 透过信心的眼光 透过你的眼光 来看我们自己的孩子 让我们爱他们 好像你爱他们一样 让我们 相信他们 好像我们已经看见 他们 是握在你的手中 而不是握在 我们的手中 让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下一代 在一个健康 而且 充满 圣灵 美好氛围的 这样子的环境 里头成长 以至于 我们的孩子 一生都不偏离 你为他们 所预备的道路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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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